今天一月19號是一一休小鳳姐 雷晉部也在日前來公佈今年一月 分到11月分的灰災事故統計 一關是要分別來看灰災發生率 是以嘉義官上官 對出嘉義官的王張良是特別來做出丁親 這主要是因為嘉義官的方案比較看 這台統計是將亞會和中操人稅計算在來 實際上真正的主題灰災發生率 大約要降給百分之九左右 在目前嘉義官政府也準備來照開著 著名檢討會來採存在實際 導致災災發生的方案 入進部統計每萬人災災發生的拜証 在嘉義官22.5百上官 嘉義官小鳳姐認為是三拿電藥 以及其他類災災行動一官 原來是農民習慣在響亞農事 以及其他雜文人所作行 沒有在嘉義官小鳳姐也說 部分民眾有些調查會起不來習慣 稍微看不小心就能燃燒 既年三拿著草會起不來 蒙地災災就有1784件 好 現在嘉義縣裡面會比較廣 那大家知道實際上可能包括 燒土草或者一般的野火 大概都算是在這樣一個統計範圍裡面 那當然在整個住宅的那個失火力 那相較於過去啊 大概減低了將近9%多 那我們其實我們達吼兄弟都很辛苦 我們希望啊這些有些這個失火力的問題啊 我想我再來開一個檢討費 然後到底實質的問題出現在哪裡 有什麼是我們必須要去強化加強的 那我想我們來努力 對處民對民退宣問廣長梁表示 高議官民進後文說話和上司隆了關 有時隆民人稍調查 以及會期農業本事的時候 就要被通過為灰災 對處雷進博也將亞會跟調查人稍案 給他計算再來 這是正行失火力管的原因 但實質的高議官主提失火力 近年大約降價百分之九% 對著進退失火力的問題 管副經濟主調開全民檢討費 除此是這10災災發生的方案 三新聞九大新加技官 蔡宏報導 今天早早 早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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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嘉義的整個發展裡面 我們都很清楚 產業太過單一 所以嘉義可以選擇的就業的機會相對少 讓整個世界再繼續往前走 台灣應該在未來的產業裡面 有很多的布局跟想法 未來的世界經濟還有很多的未來產業 我們希望嘉義可以被整個中央考慮 就是有機會在這邊成立 然後變成科學園區 嘉義變成是一個發展的重點 世界看到台灣 而且加碼投資晚上要來 接這個機會我想 科技部 國安會經濟部 我就把握這個集合嘉義剛好整天賭後 也有這個環節 也有這個土地 讓我們中央大力投資 讓它起來 第一條早 兩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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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以嘉義的這樣的空間 包括無源這麼廣 而且空間在做無人機相關的 這個試飛 包括測試 一般都有比都市有更大的優勢 我們透過這樣的一個 平雄航代員機 有可能發展無人機 所以我們把這個地方就變成是一個創新研發中心 我們已經跟十家業者跟中科院簽了MOU 他們都同意進駐了 所以我們希望業長能夠慎重考慮 我們國家級的無人機研發測試電阵中心 那未來是否有機會設在嘉義 台啟大的校區 那這個也是屬於中央 那我這個請民俗長跟國安部 中科院 還有國化會和科技部這一方 我們也專案來幫忙 加油 讓這個進度能夠快